中部科学园区成立满17周年 而今年1到4月的营业额更是突破有2900亿 较去年同期是晋升15.5% 而展望今年园区的营运 半导体产业在AI整工智慧 5G 居家远距应用等终端多元应用发展之下 及先进科技制程产能强劲开出 不为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看好下半年营业额将持续展现爆发力 预估会再攀高峰 在中科管理局长的代理下 贵宾以震撼力十足的疾鼓声敲响17次 也象征以17年代的开发成果为基石 来引领科技新创再创大渡山传奇 去年营业额是历年的新高是7972亿 也是将近两位数字的一个成长 那今年虽然面对疫情的威胁 重重的关卡我们还是审慎的一个应对 抱持了一个信心一一的克服 周科2019年的营业额是创下了7972亿元历史新高之后 今年一到四月的营业额也突破2900亿元 相较去年同期晋升15.5% 而截至7月底 园区更创造5万1686个就业机会 营运就业成长双引擎 同创历史新高 因为各大学产学合作 积极的来培育人才接轨 还有组组学员界的专家平台 像我们产学性学会工会都着力相当的深 也帮助我们相当的大 提供智慧工厂AI应用诊断服务 来协助企业 透过策略转型提升技术的能力 人才的可以事实上是大学责物担待的重任 那在现在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产业情况 不管是未来的AI 不管是大数据 不管是整个AIOT等等的发展 事实上都需要协助界来奉献心力 移除摄影异物装置方式 产品集聚实用性以及优异性 中科也颁发创新产品奖 产业贡献奖等表扬机有厂商 而展望今年的园区影院 半导体产业在AI人工智慧 5G居家远居应用等终端多元的应用发展下 连业额也将补卫新冠肺疫情 会持续的展现爆发力 渴望再判高峰 这点叫话台中采访不到